花莲市知名的火锅业者回馈社会做爱心 愿请黎明教育院30位的院生来吃火锅 还特别让院生们体验鱼浆虾浆的制作方式 现场洋溢着欢乐温馨气氛 站在冷藏柜前开心挑选等一下要下锅的食材 他们是很少有机会外食的黎明教育院院生 花莲市知名火锅店业者回馈社会做爱心 特别邀请到黎明教育院30位的院生到店里面吃火锅 而且还仔细介绍火锅的种类 市长温家贤也特别到场 还特别跟院生们体验鱼浆虾浆的制作互动相当热络 大家好 新年快乐 特别这样子把那个佳洋美食 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做一个整半的副锅料理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院生每一天都能够平安快乐 学习更多的话 好 希望我们比较愉悦有你们真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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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你们可以来到鬼焦麻辣王 那你们不用担心我们的火锅不是全部只有辣的 我们有很多种的汤笛 喜欢吃到辣的更好 那我们有很多的其他的汤笛 有原味的昆布 有泡菜有酸菜 好 那待会我会帮你们介绍 那我希望你们可以自己自动的到我们的开饭队 然后去拿你们想要吃的任何的食物 那桌面上也都有可以单点的 那待会我们工作人员都会帮你们介绍 黎明江院院长邱淑义感谢业者安排情境教学 让身心障碍深亲自操作烹煮学习 在寒冬之际也提前让孩子们围炉吃火锅 志愿生很少有机会可以来到餐厅里头用餐 今天我们不单是要来学习用餐的礼仪 而且是实质上的情境 透过实质上的情境 他们的社区生活非常的生活化 不单要知道怎么取自助餐的火锅 而且火锅吃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安全 重点是食材不浪费 再次的感谢鬼焦 让我们教养院不同的障碍类别 能够群聚在一起 市长沃佳淑也表示 社会上有许多社福机构和弱势群体都很辛苦 感谢各行各业善心意举 每次都给予弱势族群大大的关怀和帮助 让寒冷的冬天有着满满的温暖 借着我们盛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